人權的劣跡 司法制度的任意妄為 隨意緝報 甚至是嚴刑逼供等等的情況 我們香港的公民社會 包括了國際的社會和各國政府 其實是沒有辦法可以信任 香港特區政府這次這個引渡條例的修訂 是真的可以保障到所謂被控告 被緝迫的人士 可以得到一個公平的對待 公平的審判 即使在幾天前 李家超香港的保安局局長所提到 其實中國那裡是有人權的一些人權的機制 是可以保障到所有邵氏人的安全 其實他這種是憎大眼說謊 因為我們剛才所說的一切的理智 正正是 我沒有想過 猶豫 могу分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